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各位!欢迎来《粤语娱乐》! 49岁武打影声张俊和香港前一线花旦蔡绍婚结婚了很多年 一直都难逃吃软饭的评论 近年两人在内地发展 张俊也积极发展自己的演艺事业 他最新主演的电影《麦露狂都》今个月2日在内地上映 可惜电影上映7天 内地票房只有收46.8万人民币 票房仆值,内地传媒更加不看好 估计最终票房不过百万 据知他们已放弃原本居于市中心优越地段的3400尺幅式豪宅单位 而有关单位已在几个月前在网上放租 当时地产经纪更讲道明A达一家二搬走 租客可以立即入住 而日前一旦在社交网大了家庭近照 见他们一起去到大雨山郊游 享受天伦乐 A达还留言 其实开心很简单,最紧要好玩 似乎以适应重返香港的生活 而人气一直不减的蔡少芬 近年为了照顾三位子女 已经甚小心演影视作品拍摄 而养家重任理所当然地交到张俊的手上 不过张俊似乎不够够测 张俊由昔日国家级武术运动员转型当演员 熬足十多年凭王家慧执道的一代宗司 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继身主角之列 之后他主演了《狂兽》 《业民外传》 《张天志》及《九龙不败》 为成绩只算不过不失 仍然无令他的演艺事业更上一层楼 而张俊主演的新片《麦露狂刀》更遭遇滑铁路 上映当日票房只得十五万人民币 有网友嘲笑张俊在大银幕失势 很难再走红 以后可能只能靠拍网络电影《网大维生》 其实《麦露狂》都制作质素不错 导演是张艺谋的御用副导演 以动作场面作招来 以张俊的新手绝对是品质保证 但市场似乎已经对武俠电影审美疲劳 导致票房不佳 不少香港艺人早年反内地打拼赚真金 为方便工作更移居当地生活 大赞内地生活方便 不过近年却陆陆续续有不少艺人 小咪咪反流香港 张俊和蔡少芬一家五口也在其中 如今已经迁出了上海的三千尺豪宅 有网友去年底就在香港偷遇他们夫妻俩 带着小孩在屋苑底下的公园玩 和普通街坊无疑 前两天又有网友在细红书分享 在香港沙田的苹果专门店 考遇蔡少芬、张俊夫妻拍拖共佳 好恩爱 据了解 同其反流香港的还有陈浩文夫妻 原因是为了子女学好广东话而反香港定居 相信蔡少芬和张俊应该都是为了子女的发展著想 一家搬返香港 2003年蔡少芬北上拍摄《水月洞天》 认识和剧演员张俊 当年蔡少芬已经是港剧当红花旦 火遍全球华人地区 而张俊只是个由舞梯慢慢转正 明不见经转的小演员 亦难免令人觉得两人不相配 张俊生于重庆 9岁就开始集舞 11岁进入四川省武术队 曾经是国家母英级武术运动员 先后取得全国武术比赛 陈诗太极拳和太极剑冠军 以及枪术、剑术冠军 和八卦奖、最剑、队练亚军 在第七 八届全国运动会上获得金牌和银牌 退役后 年约24岁的张俊加入导演员和平的原家班 做武术指导和替身 2000年从幕后走向台前 拍摄多部影视作品和担任武术指导的职位 虽然她伸手了得 可惜多年来都不红 一直都在演密密无文的小配角 直至海后了蔡绍芬 一线女星男友的身份 先令她受尽关注明星大奖 之后她经过了多年的努力 事业忠于迎来转机 2014年 张俊以皇家为电影《一代宗司》中的马三一国 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南配角 2016年 由以撒破狼二中高晋一国 以及叶问三中张天子一国 提名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南配角 一时间令她在电影圈争意度高 不过当时有不少报道说 她能够由老人甲上位做主要配角 全靠蔡绍芬到处托关系 令她背负了远范南的骂名多年 纵使负面新闻满天飞 她亦从未澄清 反而大方表示自己有今天全靠老婆 据张俊透露她认识蔡绍芬一段时间后 就被性格开朗出席的他级人并果断展开追求 前后经历三次被她后 终于真诚表现获取芳心 双方稳定交往四年零七个月后 她首报入婚一 今年已经是她们的结婚第15周年 当年张俊和蔡绍芬公开戀情时 抱天蓋地的八卦消息风传 且大多都说得非常不好听 亦不看好这段女强男弱的感情 她将一次交于时间去证明 过程中硬硬努力 努力再努力 为了给自爱更好的生活奋斗打拼 风雨同舟的两人 经历过这一切后 对彼此的爱同信任更加坚定 其实当年蔡绍芬也有很多不那么好的事情 蔡绍芬自小在一个不太稳定的家庭上长大 和哥哥和妈妈生活 初时她的妈妈很喜欢赌博 欠了很多钱 蔡绍芬唯有无奈早早绝学 逃入社会的大冤枉 1991年她参选香港小姐 拿了桂军入行演艺圈 因为好看的外表和不错的演技 快速地找到很多演出机会 同时间她亦受到不少富豪的青睐 她曾经公开承认和刘链雄有过一段近六年的过去 有人指她和刘链雄交往 是为了帮自己赌博成性的妈妈还债 欠债数目几乎是天文数字 虽然她成为了小三 但刘链雄的原配保永琴 从来没有恨过这个小女生介入自己的婚姻 反而赞扬她是好女孩 欣赏她的勤奋和乖巧 蔡绍芬和张俊的恩爱不须多言 她们的恋情经历经常被人传中 不过相对过去蔡绍芬主动圆夫 张俊最近在《钟艺》节目讲起两人的恋爱经历 竟然说被蔡绍芬套路了一把 有段时间都有一些崩溃 她提到蔡绍芬想介绍张俊给她归物色 戀爱后不可以对外公等细节 而张俊则说出蔡绍芬的神秘手段 让她入了情网 因为一起拍摄《水月洞天移结缘》 当年蔡绍芬和吴奇隆已经分手 张俊对她一见钟情 自认为慢热的她开始了第一次告白 但被蔡绍芬拒绝 原本以为被拒绝应该懂得保持她 但蔡绍芬第二天就问她起床的事 张俊觉得有点懵 被拒绝后仍然当朋友 让张俊觉得蔡绍芬不是真心拒绝自己 所以过几日再次表白 结果又被拒绝 当时拍摄期一共四个多月 张俊都被蔡绍芬反反复复的态度 搞得一头没水 一边拒绝你一边跟你玩 天天找我玩 这种迷之态令她触摸不清 其实蔡绍芬这样都不奇怪 当年因为妈妈赌博 她情路上除了与柳联雄的关系纏扰 和吴奇隆的感情 亦因家中债务等压力 最终告吹 拍摄水月洞天时 蔡绍芬的普通话不太灵光 张俊会讲粤语 所以一直陪着她去片场周边玩乐 慢慢又料安全感 但不知怎样面对这段感情 虽然头顶港姐光环出道 蔡绍芬曾经直言 在遇见张俊之前非常自卑 因为父母离异 从小跟着妈妈四处搬家 觉得自己是家人的妇女 甚至自己骂自己是垃圾 她也曾表示自己不敢接受张俊的求爱 因为自认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太好的女孩 当这段感情开始后 蔡绍芬亦立下规矩 要求张俊不可以将感情对外攻 她不希望再次惹来是非 很少对外说起感情的张俊都透露 和蔡绍芬结婚后 老婆曾说她是最无可能性的一个男孩 结果却成为一生伴侣 爱情不需要理由 需要的是缘分 虽然蔡绍芬的过去很复杂 但张俊依然坚定地包容和心爱 或许这就是蔡绍芬 选她的其中一个原因 事实证明 两人相处非常和谐 一家五口过得非常幸福 根本不需要理会别人点便 或许张俊在演艺事业中 运气差了些 但在人生中能够遇到蔡绍芬 已经是她最大的幸运 希望她能够继续珍惜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